嗯 夜前一节后悔无期 健身自豪这么多年 却被当成个鸭子给睡了 还只值两百块 还是没有她的消息吗 附近的监控都被动了手脚 这女人还真行 要是还找不到 你就打包去非洲分公司吧 是吧 师傅师公的消息 就是带着粉级消失的 最后的位置就在这里 没错的 会不会又是拳头 像上次下毒酒店那样被吓药 莫名其妙睡了 上上次是意外 多少天了 走过去看看 师傅 姐准备 师傅是被人毒害的 我一定要找到杀害师傅的凶手 你怎么 糟了我怀孕了 怀孕 陆景年这个杀千刀的 有晚上 我马上到 下毒露家的人 他也被下了药 我来找师傅下落 被暗中算计 那他又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 好热 身体怎么这么解零 哎 糟了 中的醉酒藥 你就是落人高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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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真的知道我牢球你牢過了這是吧 我最討厭被判 當然 來帶你 別操了 爸爸小心 爸爸你真帥 還是小鬼 爸爸你的事業看得好大呀 不愧是我爸爸 小鬼別亂害爸爸 爸爸 這麼多年來 除了被安然下藥那次 我從未試過是 馬來的兒子 藥油也應該是蘇滿華神的呀 爸爸 難道你不知道 你有個聰明可愛的兒子嗎 拿帶走 我叫蘇西 我媽媽叫蘇曼秋 在雲山田廖村 媽媽長得可漂亮了 你不會忘了媽媽 不是啊 這年頭 村花都能碰死你了 他們趕緊給他帶草 再不重要事情發生 這都別幹 爸爸你別不要我 我很乖的 放下我兒子 放下我兒子 媽媽 媽媽 我找到爸爸了 媽媽 是他 他不是你爸爸 我好像在那见过他 我也感觉很熟悉 好像在六年前的酒店里 就路上你被睡的第二天 哥 我跟未来嫂子来给你送灯汤了 路上 海然你这给我闭上 别乱说话 你跟曼华都五年了 我叫一声嫂子 有什么不对吗 曼华是明星 多少双眼睛再盯着看 你这么乱还会败坏他名声 那你们早日成婚不就好吗 反正 六年前你们都已经 让开大小姐大小姐 我怎么来这么多负责 负责 我那晚上你才睡了曼华 现在提起客就不想认账了吗 表示一下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得对曼华负责 是一个 死的路上 当年的那个人 真的是你 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 敢一个人跑这么远 我回爸爸那里 为什么不让我和爸爸在一起 希希 他不是你爸爸呀 骗人 我看过你藏的资料 你怎么会看到我藏的资料 是我看出来的 我看到韩芸去过陆家 就查去送他资料 韩芸 师父死前的确跟他在一起 事发后他又突然失踪了 希望那个组织要找的人不是他吧 可惜我也查到 他入侵过陆家别墅保安系统的痕迹 具体干了什么 是他 看来得去陆家别墅查查了 我身边的孩子 怎么那么笑那么笑 你只要让苏曼秋吃了这包药粉就行 放心 但是我一定给他收拔的圈子 忘了泡的 陆家的保安系统可是全华夏最严厉 就算你来破解估计也得花点时间 谁说我要破陆家的安保系统 我要光明正大做下去 苏曼华他怎么在这儿 韩芸困境这里究竟要找什么呢 小姐您的果盆 苏曼秋 你怎么在这儿 当试医生没看到吗 这么缺钱吗 缺钱我给你啊 赶紧离开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这里面有二十万 扣你用很久了 听 苏大明星还真是财大气粗呢 当年为了爆红给我下药 这点钱怎么够我的 当年的事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 你现在赖在这儿干嘛 你不会是想勾搭路上飞上枝头吧 路上 又是你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确定要在这里跟我讨论孩子的事 难道他认错了西曼秋 又是你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确定要在这里跟我讨论孩子的事 那孩子 那天晚上是你 对吧 路上 亲自见见结果出来了 那天晚上是她 路上 苏小姐的孩子 在花园和别人打起来了 什么 爸爸他到等我 去找你妈 让我来收拾她 路上的儿子 我可没听说过路上有什么儿子 你這個小野種哪裡來的 不是野種我不是 小兔崽子還挺醬 叔叔我這有我爸爸 路上給我的信物 你先瞧瞧唄 信物我看你耍什麼花招 啊小兔崽子我讓你咬 謝謝 怎麼樣媽媽 他家孩子 你先用石頭砸我的 他還罵我是小野種 哪來的婊子 你知道我是誰嗎 區區一個服務生 居然敢跟我動手 假的人生的仔 可不就是小野種嗎 我兒子說錯了嗎 我管你是誰 其實我兒子就是不行 給他道歉 道歉我可是路家的親戚 路上都得叫我一聲婊書 你這臭婊子 算什麼東西 居然讓我跟你們道歉 還不給野客一個 否則我明天就讓你們別再下毒混了 不安哪 把人給我轟出去 哈哈路上來了 你們以後我就別再下毒混了 啊你知道我做什麼 你先站那個婊子 路上你這個婊子真夠一 啊 叔 你配 我兒子道歉 好兒子 你什麼時候有孩子了 對不起 他們都道歉了 那我就原諒他們一次吧 還要給我轟走 明天都要原始的夏天相識 走 爸爸你好睡呀 好了有發現 好我知道了 我還有點活沒幹完 你可以幫我帶一下信心嗎 你還可以這個部分完了 這給我吧 你幹什麼 你這個性伸東西誰追來追的 下記的東西誰追你來追的 路小姐 果然是個下間的沒 丁曼華說 你是他姐姐啊 說 褲心基睿地用別說想幹什麼呀 想高於我哥 別以為我 你哥這麼好啊 那你怎麼不鎖保險過啊 放開我啊 如果不是因為陸家 我剛剛不會救你 謝你 看我怎麼教訓你 你到底什麼時候能讓蘇曼球消失 快了 耐心一點 奇怪 所有的監控我都查過了 並沒有可疑的人 監控也不像被人動過手腳 難道還有什麼盲點嗎 請問勸也就下等傭人配的手 好好享受我給你準備的大禮 你幹嘛 我和蘇西的臉子親子 你只要是叫他 你給希希做親子鑑定啊 什麼時候偷的樣本 有什麼好解釋的 有什麼好解釋的 可不過是 借了你點東西吧 借 不問自取視為偷 你放開我 你也太沒防悔心了吧 被騙過了 還能被同樣方法再遇到你 說 沒 我怎麼放 你幹嘛 動 要想退了 好了 沒事了 好 陸景年 其實在忙 為什麼 我還是想要 別擋 給我 怎麼回事 要向平退 我居然在一时清醒的情况下 要了他 路长 你还是和六年前一样愚蠢 过夜前我双倍给你 拿着补补智商 从此我们两亲 别再联系 盛丹 把这该死的女人给我带过来 妈妈 为什么要逃跑 什么逃跑呀 妈妈只是因为工作原因要搬家而已啊 老大 我们正找到还有没下子的 嗯 有一点点线索 我才不信 妈妈你是不是在躲着爸爸 我为什么要躲着他呀 行了快走吧 你别默默心 哼 我才不信 我要和爸爸共庆会 那你可想好了 我已经进了你的网 切断了你所有的通讯方式和收拾手段 从这里啊到陆市集团要三十多公里呢 嗯 妈妈都不大 啊 真的 还在追查 所以 他就跑到那里给水了 我连他全都哪里都找不到 是路上 虽然没有找到苏大姐 但是大小姐和苏曼华已经进过来了 哥 你怎么还不直说呀 他专门开车来抓我们把我们都给吓倒了 这玩意 是不过三 我最后一次性感 如果你再敢动一下 就把你送去非洲留学 哥 我可是你唯一的妹妹 你舍得吗 让我休息 四万万 这皮囊口真的是你的吗 你手机会叫我 那口是 你弄疼我了 你这都是你自己 这老子才行吧 你们根本就不是他 哈哈 我说我 是我也是糊涂 可我也是太爱你了呀 你那人明明应该是我 而且 而且我配合你了你 哎 我只是出于误会 出于一场歸气 只料你碰过你一下 我只是咬着你 孙岚 没有给我赶出去 我需要了解 大小姐 起码 子能很秋 陆家尚夫人只能试过 休想抢走路上 幸好我儿子聪明 你的长生还赖 妈妈以为 救救我 就在拿住我了 你也太想瞧我了 爸爸 他好失望呀 哦 为什么对爸爸失望呢 爸爸肯定是惹妈妈失气了 所以妈妈就会连夜边 进去 你们现在在哪呀 我过来告诉你 西西不能当叛徒 出卖妈妈 所以爸爸要加油哦 快点来找西西啊 好 爸爸马上就来接你 你先别告诉妈妈妈哦 OK 是我可能要看一个进行的吧 路上 你这算不算作弊啊 我会做偷偷锁定自己儿子定位这种事吗 不会怎么会 都是属下擅自章 去追踪西西上演的 很好啊 这个月奖金三倍了 那 咱们现在去找他们 不 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下找一个代号叫韩元 人 我先用另外一个身份 帮他们一把 另外 你先去下次帮我做件事 卢主 我 咋觉得 你 对 苏小姐 不一样 不只是想给西西上演一个家 爱情的事 你太单身少管 老大 找她了吗 没有 韩元很狡猾 一直隐藏得很 会是师父最得力的出手 没事 既然照她的父亲 就跑过老大 小姐 很小心 他也相信 太阳神 他想干什么 不会上次黑客大才输给老大之后 怀恩在心吧 给我弄一个下读大学自肥生的身份 我一定要亲自调查 我绝不能放过谋害师傅的凶手 便利店 人来人往的 是个适合调查的好地方 哎 同学 你是来报名兼职的吗 你们 怎么在这啊 嗯 我们老板呢 碰巧买下了这家便利店 今天过来巡店 又碰巧遇到了苏小姐 真是太有缘了 你们编的好严谨哦 不差点就先信了 路上 您作为下都顶级的权贵名流 买下这样一间小小的便利店 竟然还要自己亲自巡逻 一有年轻 这个钱 这是什么 你有一千 云横说韩云整个容 不知道他手腕上的纹绳还在不在 哎偷谁 你需要什么我帮你聊聊吧不用 我觉得你长得好像 失散多年的男朋友 沒有紋身也沒有洗紋身的痕跡 不對好像是做個直皮 啊沒什麼 卻覺得你長得很帥 想跟你多聊聊天 加微信嗎 抱歉我沒有微信 那算了 我要找的人究竟是不是你 原來蘇東就喜歡這種內心的男生 沒rol 這個男人是怎麼來得 你怎麼來了 我來看我的兒子 爸爸你來了 好你這個胳膊整彎完全打擾小的 輸建年跟我過來 哈哈哈哈 向叔叔 你看都不用我帮忙 我爸妈主动进一间房了 他们是不是快结婚了 嗯 对 我可不得我说 我可不得感激你妈妈的心思 哎 我小祖宗哎 我会被你爸妈混合双打的 这应该算工伤吧 向叔叔你也太疯了 就是要我货里像我一样 你个臭小子 希希你干什么 快把门给我打开 你笑什么 高兴呗 不会是我儿子 你阴魂不下来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会以为留了货业费 你税落的事情就立笔高兴 你阴魂不下来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会以为留了过月费 你税落的事情就立笔高兴 怎么 欣赏 我确认这点钱 我还是要对你负责 或者 你要想对我负责你 总之 我不允许希希喊别人罢我 你在说什么 就是白天那个男生啊 他是谁 你不过是贡献了一条染色铁而已 没有权利和义务 关我这么多事吧 贡献了一条染色铁 而已 难道不是吗 好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是不是 别逼我跟你翻脸 我想我的孩子以后叫别人爸爸 不是很適合我 不是你想要那样 那是哪样 当然是为了找到仇家復仇啊 不管是哪样都跟你没有关系 解开 求我 这怎么在你这 這調查蘇曼丘和蘇曼華是親姐妹 蘇小姐小時候的性能相夫婢 母親柳氏在蘇小姐五歲的時候 便帶著小女兒蘇曼華 改嫁給了柳氏集團的吳血龍 把蘇小姐一個人留在鄉下的男朋友家 喂沒空 怎麼了 女人的事男人少管 說吧你到底想要什麼 離開路上離開下谷 只要你離開 我就把奶奶留下的桌子給你 不好意思啊判不到 你別給臉不要臉 你信不信 你把這桌子砸碎啊 你要是敢砸碎這個桌子 絕對不會放過我就不信 若真心這麼看重這個桌子 會領我一個想想的要求都忘了 我只能說住幾年 我不想要至於出國 不可能 啊 幹嘛 你 你再動一下試試 信不信我砸了你 你一個大明星 還想當陸家的少奶奶 劃壞了你的臉 可就躲不成屍了 啊 老大 你怎麼上熱搜了 什麼熱搜 他們失路幾年了 要是當我調查韓雲 為師父報仇 可有他好看嗎 世孫曼華 有記者拍到你和他吵架 不過奇怪的是 照片和視頻都沒有你的臉 瘋碗形象醜菜百出 這明顯是有人要搞蘇曼華 他讀的人多 搞得正常 喂 什麼事 說 哎呀 曼秋 是這樣的 媽想問你 明天下午有時間嗎 熱搜的事 你得幫幫忙曼華 他可是你的親妹妹啊 好看這邊 在我們下一個 很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謝謝程記者 你一定要替我澄清姐妹不合的傳言 爸爸 哦對了 記得在我姐姐臉上打上馬賽克 我不希望家人在公眾面前曝光 免得這個見女人蹭我熱 在人前亂說 都怪你 要不是你纏著陸少 我也不會找你見了 我被別人拍個照 曼秋 陸家可不是你惹得起的 別糾纏陸少了 他是你妹妹的 別怪媽說話子 你一個春宮配不上他的 那不是影帝雲恆嗎 是曼秋是怎麼幫上他的 他不是在做外圍女的 這也太下降了 這種話不要隨便說 對你的名聲也不好 別到時候又影響你 我懷疑這次的事情就是他搞得怪 你衝著風情 我一定會讓他滾出下骨的 陸小姐 咱可真是冤家陸陸戰 大小姐 麻煩你讓讓 我沒有空跟你這個行動玩 松蔓球 你這個鐵不支持的賤人 追不上我哥 又跑來糾纏陸老師 你就這麼缺男人嗎 要不要我給你介紹幾個在會所 首先 我沒有追過你哥 其次 你沒有資格對我指手畫腳 這個賤人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前幾天大庭廣眾之下 逼凍陸老師 說好些 嚇唬我 陸小姐 你還真是關心我的一舉一動呢 連情報員都有啊 你是不是暗戀我 誰關心你暗戀你啊 不就是看過你糾纏陸老師 原來是喜歡上陸老師 知道就好了 那你還不給我有多遠滾多遠 別沉添雞魚不屬於你這些東西 野山雞 是沒有辦法面前瘋狂 你看上他了 人家看上你了嗎 你 別怪我沒提醒你 他可不是你能嫁入的兩者 我可是陸家大小姐 還有你叫我多強 你怎麼在這啊 忙著跟你弟約會 連希希都不關了 不得來照顧他 老大 沒什麼事我先走了 你不解釋一下 你不解釋一下 我說了我的事和你沒關係 媽媽 爸爸幫我行李過來 從今天起他就和我們一起住了 馬上我們一家散手可以睡覺 真好 不行 別趕爸爸走 外面天都黑了 他一個人出去多危險呀 如果你不答應的話 我就把銀行叔叔的遊戲號給賣了哦 哪有天黑啊 這也明明是白天 對 查了那麼久 就上次那個叫洛蘭的最可 我們今天講話三十 他有五個步驟 哈 原來他不是學生 是這裡的老師 好 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 下課 洛老師 我看這天氣也轉涼了 你怎麼流這麼多汗 衣服成的也不太多 呃 我是一流汗體 啊 是嗎 這個是我 一會我還有其他課 我先走了 松滿秋 咱可真是冤家路 你算是什麼東西 摘著 我 我 有 我 我 我也知道 我 玩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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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是 我是那些哥哥 你也是他哥哥 不是我是陸安然哥哥哥 你還知道你是我哥呀 你看我都被他打成什麼樣子了 活該 我都被這個賤女人打成這樣了就好 他是你嫂子 道歉我不認 就一家長 主任這次都是我們的問題 該怎麼發就怎麼發 那蘇同學 蘇同學會今次上次陪你道歉 不必了沒什麼事我就先走了 你這什麼態度主任 這次都是我們的 蘇同學是受害者 明年我們會追加這貴相 科研經費的支持 陸氏 大小姐不好了 剛剛打人的照片發到網上了 還有人 我相信你 也有今天 哎呦我該有新料酒見 是 蘇曼花 你姐就是個賤人 處處跟我作對 還有你 你難道就真的眼睛睛看他搶走我哥嗎 赶紧吃了起来 你干什么 为什么你有时第一时间通知的是云恒 还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通知你啊 我跟你又不熟 你跟云恒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根本就不是你哥 你调查我 你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能有什么秘密 我不过是余柳斯那一个村姑吧 什么 村姑 这个贱人究竟对路上下了什么苦 你绝不能让他得逞 路上是我的 天啊 云影迪怎么有你朋友了 我接受不了 到底什么女儿居然敢动云影迪 嗯 兰特做面子云影迪的粉丝吗 兰特说我们云影迪被电污了 小兰 你咋废 呃马上马上 好一个美女 有 我怎么安心 路上这些媒体特别 别来小心 哎路上路上 好吧 上这个参观新菜 你看 爸爸 你怎么来了 一会儿路上 吃了吗 一会儿吃点 嗯 云影迪 还是先解释解释 秘密里有什么意思吧 秘密里有什么意思吧 嗨 你说热搜那事是吧 那我也不知道谁弄的 我只能处理 啊 云恒 不用理这个没礼貌的人 我怎么没礼貌了 没有经过别人同意 擅自敬任别人家里 难道不是没礼貌的表现吗 再说了 热搜的事情你不最擅长了吗 我和苏曼华的热搜 不正视你的解锁 混蛋是为了你出戏 呃 老大 要不你跟路上聊 我带希希出去玩回来 走 谢谢 嗯 走 你干什么 我可不是你 在同样地方摆第二次 只要是你 再多少次坑我都可以 陆上还是个恋爱脑呢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到底是谁啊 他是我一个朋友啊 我救过他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那你能不能有事先联系我 不要联系他 听得见吗 别用什么来敷衍我好吗 怎么了 希希 不要借我 有没有受伤了 都让爸爸带你去洗澡子好不好 好天啊我去洗澡子 妈妈我起拜拜了 你闻闻我家还是爸爸家 这样的家也才像个家 嗯 我在想什么 居然想和陆景年有个家 我跟爸爸一起玩游戏 我难道真的对他动心了 嗯真想奖励你跟爸爸去玩火游戏吧 耶我要和爸爸一起打游戏 爸爸 妈妈说他的电脑不可以随便看得到 爸爸没有看 只是觉得这个平板很好看 看一眼爸爸 爸爸妈妈说吃拉丝鱼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嗯 西西好像 真的很喜欢和他搭在一起 快点 真的啊 哎呀巧妇妹耶 妈妈我可没偷吃薯片 是我奖励他的 那反正你重新监督他刷牙 妈妈你过来吗 妈妈 晚上我们三个人可不可以一起睡觉 不行 妈妈 不许撒娇 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 就我没有爸爸妈妈 妈妈还老姓我 妈妈 不哭不哭 妈妈 西西不哭 妈妈 你怎么老是想他 你别添乱了 嗯 男子和大丈夫 不许哭解决问题 嗯 嗯 西西瓜 放心吧 爸爸会一直陪在一看眠 真的吗 妈 妈妈 姐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咯 我现在就不刷牙 这臭小子竟然敢演我 爸爸妈妈 对你来说 我现在是什么人 西西的爸爸吧 很好啊 和进步 至少不是一个是提供了一条 软色体的男人而已了 没想到你还挺记仇的 以后 你可以多来陪陪西西吗 苏曼秋 承认吧 你现在也对我懂事 没有 我只让你多陪陪西西而已 别多想 我就要多想 睡觉 你和西西都是我的 我会照顾好你们 晚安 你说我哥是不是疯了 你说我哥是不是疯了 居然为了个村公 你迷恒真疯吃醋 对不起 陆小姐 都怪我那个不要脸的姐姐 一定是她给陆上灌了蜜魂样 你知道就好 不过你们都是一个霸身的 怎么人品差这么 我爸去世的早 我妈又管不住 不行 不能让我哥被这个贱女人给糟蹋了 马上我就要过生日了 我要把这个村姑爷请过 什么 你要让他参加你的生日会 没错啊 我治不了他 那自由人能治得了 怎么还有人坐公共汽车来参加运会 长得还挺漂亮的 就说不该穿成这样的 多怪兵很整的这破造型 真不习惯 哎陆少 陆少 竟然听她的手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这不是你给我的 哎 别走 既然都来了 如如胜这个机会 跟我见见家长吧 啊 为什么 能不见吗 好吧 如果你不想见的话 就不见吧 这烧粉跟我说一声 我去拿药下 妈 就是这个村 混到五婚五 陆小姐 生日快乐 谁要你的祝福 快给我滚出去 早知道不来了 都怪云恒 说什么要给陆少一点面 如果不是有人给我这个 我也不认了 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么粗质烂造的东西 也敢说是我陆家的情景 别为自己策练会的行为 拜金宇 真是上不了台了 来了 请出去 那个女人伤害得很 把她抓紧给我丢出去 啊 不好意思 不过我们陆家的兄弟 好喝吗 我看谁敢动她 锦衣 你这是干什么 这种心思不纯的女人 怎么能留在我们陆家的舞会上 妈 我说她不是什么心思不纯的女人 是我女朋友 陆沙这样有女朋友了 都别拍了 今天的事谁也不许报道 锦衣 我过来 你远回事 你远回事 以后再说 我说 这是一对金童玉女 太养眼了 你远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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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准备回事 那我的kiss goodbye 那我的kiss goodbye呢 没有的话 今晚我就不走了 那你待在这儿好了 你舍得吗 为什么不舍得 我可是希希的爸爸 如果不是明天我要出差 今晚可不会放鬼 那你快回去睡觉吧 梦里什么都有 什么 天佑的孩子 这不就是未婚生子吗 妈 他一定私生活很混乱 我也很震惊 这些年来 是我妈熟悟管教了 可是他也不愿意听我们的样子 我和他虽然是姐妹 但来往胜上 几年怎么会跟这种 似的败坏的女人在一起啊 鬼迷心翘了呗 虽然曼华跟她是姐妹 但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一个呢是优秀的迷心 还有一个就是攀附权贵 哦对了 我听说他的那个 影帝云恒好像也不及不及 说不定这个孩子 就是他跟云恒的私生子呢 荒唐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绝不会同意他们两个在一起的 哥 我妈的心脏病又犯了 怎么回事 她不是被你气的 医生来过了吗 我先去看看 你还是别去了 妈已经吃完药睡下了 那我明天早上再去看她 哥 不是我说你 你要是不跟那个苏曼丘撇琴关系 你去看妈是没有用的 只不过是让她再起一次吧 我会跟妈解释的 你就别管了 解释什么 解释为什么她未婚生子吗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很奇怪吗 她能做出这种事 还怕别人说吗 不恨然 注意你的态度 哥 她是你未来的嫂子 你不尊重她 就是不尊重我 喂 我几年你这是疯了 今天我这个爸爸表现的如何 不错 这样以后要是我不在了把西西交给你照顾我也放心了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就说如果我以后出差的话 可以让你来照顾西西 原来如此 对了 过几天我的爷爷有个小型的慈善晚会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就不是了吧 今天我的照顾在啊 你只是作为女伴陪我参加宴会 我们不需要回避任何人 如果你是怕公开 那我可以保证 除非经过你同意 我不会帮人公开我们的关系的 你要是不来 以后出差可别让我帮你带西西 你 西西可是你儿子 我开玩笑的了 就当我是试用妻 对了就宣称我们是朋友 好吗 哎爸爸妈妈休休 妈妈休休休 爸爸 明天可以去这家家吃饭吗 当然可以 你要是有事的话就先去忙吧 不用我去一旁处理一下就好 我们先吃哦 嗯 真是会 这么高档餐厅 你也配来 花的该不又是我哥的钱吧 哎 我老板就看 你才是阿姨 这孩子 怎么那么像景言小时候 果然是什么样的妈妈 你教出什么样的孩子 像你妈这么不明次带着坏女 生下来的熊孩子 是个美教育 陆小姐 你要是素质好的话 就不会在一个五岁的孩子面前胡说八道 哎你 妈 你说句话呀 你看像他这样不要脸的女人 居然痴心妄想想要嫁进我们陆家 真是天大的笑 苏小姐 做人呢最后有点事不及 别说你未婚先孕 所有生活混乱 就算你行归道具 以你的身份 也不配进我陆家的门 不好意思啊陆夫人 您多虑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进你们家门 哟 这漂亮话谁不会说呀 在这里装清高 回头还不是要脱了衣服 勾引我哥 阿姨请你不要不说八道 小兔子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奶奶 你家女娃说话好没礼貌 你都不教教她的吗 还有 你家大门是香精的吗 算是香精的 我们也不进 不是我妈妈不配 是你太多了 妈妈 我把那个奶奶的手练掉了 我去还给他 奶奶 哎 希希 你这个小偷 真敢偷东西 希希 你有没有受伤啊 下见陪子生的孩子 果然也是个下见陪子 小小年纪不学好 别人偷东西 你再多说一句 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妈 你看他这个坏女人 我可到底是看上他什么 喂 你这个女人 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动手的呢 让这孩子的面动不动就打了 你这样的教育 孩子明天就要下来放火了 陆夫人 您教育要是好的话 陆小姐就不会随便污蔑我儿子了 我冤枉他什么了 如果不是他做东西 就怎么会在他手里 我儿子看到地上有手链 捡起来准备还给你们 是你动手打我儿子在先 请问这就是大户人家的笑容 如爱然 给西西道歉 我不道歉 我没错 爸爸 哥 我叫你什么 你难道真的要当皮革老爸吗 妈 这女 你要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就不要让我这个妈 妈 走 爸爸 妈妈 妈妈 可爱你吗 什么好听吗 对不起啊 西西 他们对妈妈有点误会 但是爸爸会解决呢 再给爸爸一点时间好吗 嗯 妈妈 你也给爸爸一点时间 要是他妈妈真不要他的话 他就必吃过了 对不起 万秋 会是不会放弃你的 可怕是不做路家的人 陆阿姨的身体好像不太好啊 路长 联系到国外的K先生 十五分钟后可以进行视频会议 你们要有事的话就先去忙吧 西西 过两天爸爸要去出差了 等爸爸回来 我们一起去买礼物 好 万秋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回来 你们一起去玩意儿 知道了 接下来是我们本场最主路的拍品 深海之星 这届展品是设计师阿法最著名的 三大顶级珠宝之一 提拍价三千万 这条项链不错 那我来拍 我出五千万 五千五百万 六千万 你喜欢这条项链 我让他们老快赔你 不用了 我自己拍 六千五百万 七千万 那个见识怎么也在 他不会是拿我哥的钱在近拍吧 八千万 嗯 真好看 真好看 多少钱啊 我转账给你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我陆景年是要跟你共度一身的人 你要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双手奉上你 何况区区一条项链 你 你 你是在跟苏曼秋求婚吗 喝 你 你是在跟苏曼秋求婚吗 妈 妈 别动他 是心臟問題我來施針好 你這個惡毒女人想對我媽做什麼 路外感你給我安分一點 媽媽我這是怎麼了 是曼秋救了你 還有這麼好心 爺爺 媽媽他差點被這個賤女人給汗死了 他去醫院吧 爺爺 都是因為我哥和這個賤女人 害得我媽心臟病犯了 你怎麼說話這麼出語 他就是賤女人啊 要不是因為他 他是你媽媽的救命恩神 你以為我會清楚這類的路上 我已經知道了明明是神家用真救 救了難心 他未婚生子 還硬要勾搭我哥 今天還騙他拍項鍊 像他這樣不要臉的老金女 就算救了我媽又怎樣 而且我媽今天被棄成這樣 他就是罪魂握手 你少在這裏辦到是非 還滿覺得他是未婚生子 他的兒子也是我的兒子 你是鬼迷心跳了嗎 我算你願意洗當地 給別人養兒子 我們陸家也丟不起這個人 爺爺爺 爺爺 你快管我呢 西西就是我的新生兒子 你要是不信 你可以去查dna 怎麼 我 我 我有重生吃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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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難怪那個孩子這麼像幾年 媽 你別氣壞了身子 要我說一定是這個壞女兒 用了什麼下賤的方法才懷上孩子 我哥可是出了名的不羁女色 怎麼可能突然一下就出了一個這麼大的兒子 他肯定是想要威脅我哥跟他鳳子成婚 我覺得 能憑不行 不過 那孩子畢竟是陸家的血脈 哎呀那有什麼關係嗎 我們可以直接給孩子搶過來 這 哎呀曼華可是孩子的姨媽 到時候讓我哥跟曼華結婚 曼華怎麼可能不對孩子好呢 再說了 還要再有個那樣的媽 怎麼可能會好 當然得我們親自教育 好吧 也只能這麼報了 媽 蘇班舅的兒子是陸手的 怎麼 他居然這麼近 我就應該斬草春桿 都怪我不夠謹慎 我還是你 為什麼他就能得到陸手的 為什麼到天上陸上闖的人不是我 這死丫頭 我就知道他沒這麼簡單 當初陸安然都已經給你安排好了 你居然還能錯過 要不是他突然回來找陸手 我早就是陸家的少婦人了 現在說接下來還有什麼用 怪你自己不真氣 以後啊 都得我們去巴結他了 啊 不可以 手不認知的是我 不是我的 他是今年才來的下都大學 在電子工程系擔任助教 平時就職工宿舍和教室兩點一線 也很少與人來往 老子 你確定怎麼來找的人是他 看他這生活作息 妥妥大膽膽啊 能否存在這種 確實沒什麼破綻 大部分時間都在宿舍裡 並且他幾乎沒有社交 看來只能去宿舍查一下 你小心點 時刻跟我保持人心 好的 下公位在那路上 那可是傳說中的容物 但你別說他跟宋曼華 倒是還挺配的 這個宋曼華看著挺輕鬆 沒有想到棒桃這麼有一手的 老大你看熱搜了嗎 沒有 陸少的母親 承認陸少和你妹妹蘇馬華正在交往 他是不是搞錯了 你別管這麼多了 告訴我現在洛蘭的位置 好的 他在食堂附近 你還是十分钟左右時間 好我知道了 那瞧你聽我說那些新聞是假的 讓開 我已經派人去處理這件事了 你相信我 我還要趕著去上課 馬上讓我去 是 你現在我明明沒有課 我知道你的課表 我說了我有事 我沒時間陪你們玩 這些三角量過家家的遊戲 切故意 老大 你別過去 你別過去 真是愛事 陸景年 我最近很忙 請你不要再來打擾我了 我 好吧 這次確實是我的問題 我先分開冷靜幾天 等事情處理好了 我一定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隨你的便吧 隨你的便吧 已經通知相關品牌和合作公司了 往後誰再用蘇曼華 就會被列入陸續的黑名單 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人會用它了 陸二人呢 已經停掉大小姐所有卡了 很好 是時候 讓他們也吃點苦頭了 沒想到啊 陸夫人居然親自給你撐腰 只要陸佳人認你不認她 任凭她蘇曼秋怎麼折騰 也翻不出什麼水滑 真不愧是我的女兒 叫蘇曼秋那個村姑還想加入豪文 怎麼 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喂 啊 啊 小子莊怎麼啦怎麼啦 媽 我心情力中間被人換掉了 誰這麼大膽子 搶角色搶到我們陸少夫人頭上了 怎麼了怎麼了 我的通告卻被公司給停了 你什麼 你不是陸夫人 親口才能當陸少夫人嗎 他們怎麼敢這麼對你 這 是陸少親自下的 你說什麼 陸少這次公仔要跟他媽做對嗎 為什麼 為什麼陸少你願無敵他母親 要把那個村姑 那村姑到底有什麼好的 別急別急我們想想辦法 其實 你和他畢竟是同一個父親生的 他不能這麼決 要不你 手要繞出去走那個村姑 啊不巧不巧 那你現在怎麼辦 父親 陳老闆 好久不見啊 這不是輸到明星嗎 怎麼有空來找我啊 怎麼 陳老闆不想見我 怎麼會 陳老闆 好久不見 我敬你一杯 你什麼事見過要說 陳老闆 你新投資的那個劇 女主決定了嗎 什麼 你有興趣嗎 對啊 你看我合適嗎 合不合適嗎 看一種表現咯 那你只要看好了 女三 我也不是女三 沒錯啊 蘇少姐 就是女三號 不可能 陳老闆明明答應我了 你怎麼比我還好 你們看就這樣 你們成了老闆人呢 什麼呢 我是說好讓我演女主的嗎 真是不好意思啊蘇姐 公司嫌你演技太差 換我了 你說什麼 陳老闆 你明明答應我了呢 你這個情緒就不能說話不算數 臭婊子 你說你不知道路氏風沙林的影響力 我能給你角色演技不錯了 你給你不要臉 哎呦我的好蘇姐 你不會還以為 你是個瘋狂在上的大明星吧 可現在的你 不是個被人麻煩的殘瘋狂流暢嗎 謝謝大家 好 我等著 又是 多然 人一定會幫我的 接著上課啊 上學課講到三十話 這個呢一般是五五線勾搓插染海 好同學們誰還有問題可以搶他來問 洛老師啊 我覺得我這個 求這個勁 勁不散 洛老師啊 洛老師啊 我抓到了吧 整個亂的 洛老師啊 您這次還要匿名參加全球黑客大賽嗎 不了 沒有我最親愛的只能是作為對手 不感興趣 況且 我已經不是在校大學生的身份 啊 你怎麼會這麼好啊 盧恩人 你有沒有規矩 進門想要槍嗎 你是不知道嗎 這會錯什麼 我是不會給你恢復卡的額度 喔 為我好想要給你送親 我有這個 我還需要你給我送親 你跟蘇曼秋那個賤女人 應該和你見 算我錯了 但是 你難道就不好奇 他每天在學校忙什麼 不感興趣 如果我想知道 我會去自己問他 你真的覺得他會告訴你嗎 那就讓我看看 你給我的情報價值 嗯 我著心給你恢復無量 我啊 我要回家都不夠我買個包呢 要不要死你 你看完你還得意的起來啊 你看看吧 你這頭上到底有多綠 布老師啊 不好意思啊又來打擾你了 沒事想喝點水嗎嗯 難道是我搞錯了 他真的不是師兄 是自己組織的標記 拜託你 哎呀 來嗨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幫你擦一下 沒關係我自己來就好 麥老師 嗯 有人來 我先換一下衣服 那個紋身的位置 就是石雄胎氣的位置 到底是巧合 還是為了遮蓋胎氣故意紋呢 蘇曼秋你就是個灰 啊 這麼水星要灰你還扶著他 陸景年你幹什麼你放開我 啊 啊 斯曼秋你這麼拼命的拒絕我 就是為了他吧 我說了你的事與你無關 斯曼秋 我這麼相信你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下嗎 為什麼你不能把你心裡那些秘密告訴我 能不能把你心裡那些秘密告訴我 給師父報仇是我自己的事 等事情過去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把以前的關心 曹雪老師這樣 他出去不應該讓我知道他在下毒地區 謝謝 您親愛的石農氏正在演藏所有對手 評論都在說帝國崛起技術之心呢 您真的不來分手嗎 已經打理了 準備開始單人比賽了 直入無人機操控程序 完成複雜的將褲 這體能為是不是小菜一瓶 是啊 讓石農氏玩這個 是不是院士叫他小學生了 我們目前進行的是機器人 競技賽 我們看到目前排在第一賽道的是 下海大學代表隊 他們是所有學識中用時勃快的 接下來出場的是我們 下都大學代表隊 蘇曼秋 長得還怪好看的 但好看有什麼用 鞋帶把還是用腦子的 要自尋其武 這回事 接下來預備開始 我只要是 五十六秒 新的記錄誕生了 讓我們恭喜下古代表隊 哦 是个庆祝首饰 师兄 真的是你 苏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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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苏老师 苏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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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师 谢谢你送我回来 苏同学做这么偏 女孩子一个人 还会有点危险 危险 再危险也没有你危险 白俊生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你 我怎么 师妹你听我说 你终于肯叫我一声师妹了 师妹你快走 走什么走 还有事没说完呢吧 快上车 怎么不开灯 怎么不开灯 西西睡了 嗯 你不问问我 今天发生的事吗 你说过 等时候到了 自然会告诉我的 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对师兄妹 他们都跟着师傅 师傅交给他们 医术 黑客 手艺 把自己的毕生所学的都交给他们 但后来师傅想要隐退江湖 师兄却不同意 因为他觉得师傅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不能只是在乡下不思进取的钓鱼 应该干一番大事业 于是师傅和师兄起了争执 便离家出走了 是洛兰吗 他走了一趟之后又回来了 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 师傅已经遭人杀害 于是他潜入敌人内部 想要打探消息 结果却不幸 成为了这个组织要杀害的目标 所以他蔡成荣 躲入了下渡大学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是太阳神 你终于知道了 你还知道多少 只知道你和云恒 在找一个代号叫韩云的人 至于他什么时候来的下渡 你们为什么找他 我就不得而知了 你现在知道了 你真的相信他吗 我不知道 理智来讲我觉得还有一点 但感情 他是我的师兄 我没有从小一起长到大 别想那么多了 有我在你身边 无论他是敌是友 我都会保护你的 你不要管 这是我自己的事 对了 我听说在你们拍卖行 有拍品要拍卖 是要拍那款月神之类吗 你怎么知道 哦 无意中听到陆安然跟他同学讲的 是 你这边布置好了吗 哦 我这边暂时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你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好好去接你 啊 我也是临时决定来的 既然拍卖会 你应该有很多事要忙吧 不如你先去忙 我自己逛逛 我不忙呀 陆安然 那我先去準備一下 一會我們拍賣會現場見 有什麼事隨時叫我 沒想到陸老師也對珠寶感興趣 剛好今天最後一件拍片 是月神之類 一定會喜歡你 幾乎感興趣 沒想到陸老師也對珠寶感興趣 不過聽說過不少關於月神之類的傳聞 有點好奇 那我待會就帶你去看看 這顆寶石確實是很特別 在不同的光線下會散發出不同的色彈 是 的確很特別 他竟然也聽上了月神之內 一次兩億兩次 還有沒有更高的價格 三次 恭喜王太太開展月神之類 月神之類已經被拍走了 說早 目標正在移動 最終的方向是八樓最裡面的房間 1818 老大 目標十分鐘之後到達裡面 我進入到V818了 小早 目標在你走的方 這不是普通的密碼鎖 密碼是隨機生成的 我處理一下 我處理一下 小早 目標已經進入電梯 拖住他 拖住他 小早 聲音 帶四個 你現在帶我幫你 你怎么会在这 我明明用生命探测仪探测过 这房间里没有活物 事实证明 有时候太依赖仪器也不行 我只不过是恰好带了 这个反扫描的装置罢了 自从有人侵入了我们的安保系统 我们就一直在监测入侵者的系统 我只不过是恰好带了 只是只是没想到是我而已 既不如人我认说 那那好了 下次想要什么直接到 这可是两个亿 两个亿只要你喜欢 别说是两个亿 这算是你要我的心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儿子 你看我说多少遍 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 你不仅只是希希的妈妈 更是我爱的人 你那条月神之类是假的 我这个才是真的 你们最爱的腾讯太复杂了 抱歉王太太 我们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现在已经可以掩货了 不愧是月神之类 这象牵的工艺 真是叫人叹而观之 需要我帮您戴什么 先送去客制吧 啊我和我先生的名字 客制是我扣上 好明白 好明白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以后不要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有什么事先跟我商量 嗯知道了 等等 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 我师兄因为我师父退隐江湖金盆洗手 所以跟我师父起了争执的事吗 嗯 怎么了 其实我师父最厉害的不是黑客 也不是医术 而是伪造珠宝 经他手伪造的艳片 基本连机器都很难测出来 所以 那个月神之类是你师父造 那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确实 所以我们拍卖行的所有鉴定师 都没法鉴定出来 他在世的时候伪造了很多珠宝 就是为了防止国际盗贼集团 替换真的藏品 为此 他也感到良心不安 所以他就倾盆洗手了 退隐江湖 他为了拿回所有的艳品 想把真的真品还给真正的主人 得罪了不少人 就带着我和师兄 一起归隐进了田柳村 没想到 最后还是难逃一劫 《月神之类》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这么多年 我终于完成了他的心内 你师父在九泉之下有知 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对不起啊我 路上不好了 《月神之类》被人盗走了 《月神之类》被人盗走了 什么 你先别急 把现场的情况汇报给我 是这样的 三个保镖第一个保险箱 送去客战 从送去到去回交到王太太手里 我们的人全程都离开 中间没有经过其他人熟吗 没有 哦 就路小姐路过看了一下 路安然 不可能是 路安然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人 主要说 是 是洛兰 路安然现在在哪 那他难办呢 他 怎么会 监控里找不到他 通知封锁所有通道 他现在应该不该知道我了 走 路老师 怎么一个人在这 路上可真巧啊 是巧 手里干肥 路上 您这是干什么呀啊 是你路家的代科知道吗 小废话 你先给我交出 错了 说你搞错了 是我帮你开还是你自己 小白是我来帮你 是真的 什么呢 根本上 路老师 啊 快 坐 别坐 天下 你怎么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了 陆老师不是什么好人 你别再接近他了 谢谢放克收了 腐乔的 不好是中毒了 怎麼回事 剛才好 孫馬華來過 未來在吃的就這樣了 快走醫院 這都什麼時候了 還帶這些趕緊走吧 等會路上他們來了 還有我們活路嗎 哦我看你們往哪走 閨女看在牡壁壇的情緒上 放過我和你妹妹吧 放過你們 你們給吸一下藥的時候 有想過放過他嗎 他只是要五歲的孩子 我跟他拼了 麥超麥超 他是你親妹妹啊麥超 這人是報警嗎 我孩子也醒不過來了 丑平啊他殺人了 麥超人說 到底是誰讓你這麼做的 啊 啊 啊 你忘了 是 是媽媽來了 他給我的點心讓我放心 就幫你擦把藥交出來 媽 雲恆 拿去換點成分 什麼 你放棄了 不是我說你就放過我嗎 放過你 要是警察不來 你信心我會殺了你 我的好 怪你會殺你 星期中的劇動 時光中的劇動一模一樣 麥君生 座長 洛蘭所謂的被雷組織追殺就是個苦肉器 他就是雷組織鬥中重要成員 這次來下都的目的就是為了月神之類 他應該早就知道我們手裡的月神之類是假的 所以一直 就等著漫槍 真的放不去 可他千算萬算 也沒有算到咱們會和塑膠之類 技術是在國內的窩底做斷掉 是 已經斷掉好幾個通藥窩點 他們大部分的資金也已經被凍結 我們的人已經滲透進去 嗯 這嗎 我看他們還怎麼蹦的 只是 這是什麼 只是我怕他們會狗欺聽 什麼 啊 我馬上就關了 可能我是太 路上 您這是 最近這東西我試過了 幾乎沒人能查出來 這次西西種的是一種新型毒藥 全世界僅有三份剛研製出來的解藥 離我們最近的在L國 老大 這次真的不帶我吧 情況太緊急了 很危險 我不能 若白秋 知道危險你還瞞著我一個人去 老大 老大我 你聽別人這樣說話好了 只要必須要你 而不是你去 是我去 不行 這是我和洛蘭斯人員 我必須自己解決 都什麼時候了 還在這邊跟我分你我 西西是我的孩子 你也是我要照顧一生的人 你們都不能有任何傻事 只能我去 別說了 這次聽我的 冷靜一點 不要意氣又是 我身手比你好 你可以更基礎比我強 我跟上男去找解藥 你跟雲恆 在後方提過後援之等 這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知道你身手比我好 可是我也會擔心你啊 西西是我們共同的孩子 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好 我們一起去 擔心你 我寫我 我寫你 我們一起今晚對她 我寫你 什麼 我寫你 你一定要保留老大 和路上安全回來呀 你一定要保留老大 和路上安全回來呀 我寫你 就這件了 找到了 快去洗腰機我在外面盯著好 找到了 糟了他有重力警包器 快出來他馬上就要過來 雲恆雲恆 完了信號被屏蔽了 導航都失效了 別慌我們先出去保持安全 好 這麼快就把他截掉了 這不必是個好失魅力 臨俊生 這個卑鄙小兒 呃 好 那今年 沒事吧 哈哈 沒想到 看到你為了西西和師父以外的 你說這麼擔心的表情啊 師妹 臉 臉多愁善感 你還說我對西西一樣的毒藥 沒錯 二選一 好師妹 不要看看你到底是救西西呢 救他呀 臺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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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吉桑你怎麼樣 臺吉桑 臺吉桑 你怎麼會沒事 臺吉桑 這是一種欣喜毒藥 你都不行了 我對你走來都是 遇到做這 一定要 我會沒事 附近年 你醒醒 附近年 你醒醒 哎呦 我情深意中 真是讓人動容啊 這樣吧 再給你一個機會 不管你這份解藥要救生 只要你把月神之類給我 第二份解藥給你 怎麼樣 你這份解藥要救生 只要你把月神之類給我 第二份解藥 果然 當初計算你和陸少是正確的 人哪 一旦有的粉絲也太明顯 那天 冷酷爐你和陸少爺是如此 那舉生 你別逼我動手 好好好不就解藥嗎 這 什麼東西 藍莉莎 這個卑鄙小人 就會使用這種技能 這種不是技能的小人 像你天資聰明 師父喜歡你 什麼好東西都給你 什麼東西都給我 那是因為師父知道你這個人心事不足 所以是 你都不會給你 不給我 哪有什麼 最後我還都是拿到 你 你就是賊 當了一次 你就永遠是賊 你 親吻洗手 問道兄弟同意嗎 那你的樣子 竟然還不知道師父的秘密 什麼秘密 師父把他最珍重的寶貝 都藏在了這月神之淚裡 為什麼沒有 你以為你贏了嗎 什麼意思 給我仔細看看 這條玉神之淚是假的 師父做的驗體 你個傑人 你個騙人 你屁股厭炸 賴巨聲 你把姐藥給我 我就給你真的月神之淚 如今還是能親自自己的宠物 遲早走你身上搜出來 何必呢 師兄妹一場 你把姐藥給我 給你真正你想要的東西 我 我喜歡你現在這個看 這樣看 喝三個頭 就把錢都給你 你 好 我看你自己的 是吧你想到我會在這吧 還是 這 文秋你沒事吧 蘇敬年你的毒怎麼沒事 我早就已經安排好人手潛入了自己組織 做好萬全準備 路上 人怎麼辦 我要交給警察吧 那可是國際通緝法 等等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師父的秘密嗎 我來告訴你 我來告訴你 你這條月神之類是真的 這不可能 千真萬確 這是我從王太誠他借來的 比真皮還要真 你騙我 我會 你怎麼會吸走什麼給我真理 我不可能拿我兒子命去賭 你自己看看吧 這條項鍊背後刻著AM 師父的印記 師父教的時候你肯定沒有好好學吧 我新課上的印記都靠 奇兒聽到師父說 我把珍寶藏在那個月神之類裡 說你還沒 這一定是假的 我本來想給自己留一條後手 告訴你手上那個是真的 但我突然發現 你好像跟小孩這麼講 老死的竟然把珍寶藏在煙瓶裡 曼秋 這生 當你們看到這段視頻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不在這個世上 一者難自已 你們要不要難過 我這一輩子做了許多錯事 這也許就是浩贏 唯一讓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們倆 我隱退江湖 但樹題太多 你們一定要互相扶持 好好生活 切記不能從倒師父的覆轍呀 這裡收集的 我們三個在田柳春 相依為命的時光檢影 這是我一生當中最寶貝的東西 希望我死了以後 你們時常到我的墳頭上 放給我看看 師父我們今天要吃靠魚吧 好啊 師父努力多跳幾道大魚啊 吃靠魚吃靠魚 師父不要吃靠魚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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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追尋了這麼多年的一包 竟然就是這些 可笑 可笑 可笑嗎 這是師父最珍貴的寶貝 也是我最珍貴的 實在也不知 啊 是師父的好徒弟 我永遠也不能逃 讀書已經完全清楚了 謝謝 爸爸媽媽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夢 在夢裡你和爸爸都不要我了 我一個人 在路上跑啊不好啊 怎麼都找不到你嘛 小孩子 怎麼會呢 爸爸媽媽會永遠陪著你的 媽我們永遠在一起好嗎 當然了 那我們天天住一起好嗎 當然了 那我們每天都三個月一起睡覺好嗎 好 哎 那可不行 你天天睡爸媽中間 他們怎麼跟你說小妹妹啊 哎呀 小楠 你說什麼呢 別教壞小朋友 就要小妹妹 就要小妹妹 好 明天 我就跟你媽媽去領證 明年 你就能擁有一個可愛的小妹妹了 耶 有小妹妹了 啊 耶 耶 耶 好